杜杨特曼音乐 《截人气语,日示催文》 今日继续讲称文达 这期叫做称文达打仔 称文达打仔,打陈自强 有这个事 原来 curiosTOR 《1945年日本Jacque》投降以后 原來淪陷期間,陳文達是不做事的 不玩任何,回鄉下,成員耕田 不跟日本人分析太平 日本人就投降了,拖兒帶女 帶兒子出廣州,找食 在火車上面,當時有火車的上面 他和陳義強,即是他的兒子 坐在那裡,他就已經很小 剛才那個火車走,有幾個日本人 投降了一個日本人,當然穿著軍服 就沒有那些肩章,沒有東西,又沒有槍 坐在那裡,日本人吃一梭蕉 又是坐火車 見到陳文達兩人走過來,日本人站起來 戰敗,賣仗就準備遣返回日本 站起來,讓他們坐 陳文達大無私樣,趙坐在那裡 兩三個日本人,見到這樣 有個小孩,拿一隻蕉,給陳志強吃 小孩,給他一隻蕉,你吃得這樣 應該是一個很友好的舉動 表示親善的舉動 陳志強的小孩,認識什麼 那時候,拿一隻蕉,肯定是想吃的 怎知,讓他爸爸看到陳文達 看得到,扔開一隻蕉,扔開一隻蕉 扔開一隻蕉,扔開一隻蕉 然後一巴掌,打了一巴掌 打到那個子,懶了 為我有食蕉,沒事,打我 原來,日本人侵懷,香港淪陷的時候 你曾經有一次,就怎樣呢 日本人手關卡,凡是人走過都要鞠躬 那次,陳文達都在想著,那些什麼曲 就不記得了,一邊揹著小蕉,想著 給個日本人,見到他,你不鞠躬走過去 一馬不來,一搶搶了小蕉,一個劇 然後又升進去 所以他就很生氣日本人,夜晚 那你現在,喂,國恨家仇啊,你這個臭小子 吃他的蕉,所以一巴掌打下去 一個這樣的故事,就被陳志強留下一個很深刻的樂印 就是什麼呢,對待,你侵略者,我們一定要愛憎分靈 世界事是很出奇的,是不是 既然很生氣日本人,陳志強的花名叫做什麼 叫做夾頭,為什麼叫做夾頭呢 就是因為他的樣子像日本人,又矮,滿面鬍鬍 他的樣子是生得幾奇特,所以他矮嘛 所以叫做夾頭夾嗎 原來日本人說話呢,夾夾夾夾,夾仔 所以叫他夾夾,什麼夾,什麼夾 所以叫他的夾仔,這麼有趣 我爸爸很多日本人,但是別人改他的夾頭 這些都是笑淡啦,都是過去的一種一事 所以我說這些,有證明他兒子自己說的 給爸爸打,所以粵劇傳統,戲語戲人 台姐今天講到這裡,各位再見 再見